代工大廠鴻海发生了高阶主管收回扣案 今天的鴻海举行了尾牙的园游会 而这个鴻海董事长郭台铭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非常的痛心 情况如何 请邱小沛来告诉我们 小沛 好的主播电子大厂鴻海爆发高层集体收回的事件 而今天是鴻海的尾牙董事长郭台铭也首度针对这次的事件做出说明 我们来听听稍微前他的访问 我非常痛心 我也讲应该像国人 像社会 像投资大众道歉 这事情其实一两年前的事情 那么 我一直给他们机会 我昨天晚上来开这个会 我就查过这个廖万诚这个人 我说 来的公司15年 公司分给他的股票 跟奖金 跟他的薪水 这15年来 如果他现在不卖的话 他卖了多少我不敢讲 你想这15年来公司拿到多少 6亿 曾经有过一个怀疑 但是呢 我也想等到判刑以后 我应该 我自己在想 应不应该 把他所教 教过他的老师 念过我的书 把他都把他拱不住了 为什么一个人 有这么多钱的还要贪婪 好的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表达他的痛心 以及对社会大众及股东的歉意 而对于这整起的事件呢 郭台铭今天也特地找来了 立委表示说呢 未来要这个针对修法提案 希望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发生 跟对社会其警惕作用 以上 现在有这个情形 时间交换棚内 郭台铭说 其实在两年前 就知道了主管回扣案